欢乐送合唱团的歌曲 让大小身心障碍朋友们 听得如痴如醉掌声不断 转身一变又成为 Happy Dance舞团 跳舞娱乐大家 欢乐气氛嗨到最高潮 大小身上朋友们一起上前 跟着跳舞气氛温馨又欢乐 圣诞节快到了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牵线下 一群企业家夫人们 特地组团 除了制赠价值大约10万元的物资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委托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照顾大小身上朋友们 更献唱多首歌曲 并且和大家一起跳舞同乐 提前带来无价的平安喜乐气氛 我们是寻好朋友们 他们利用他们闲暇时间练歌 然后跳舞 但是呢 他们也都是各企业家的太太们 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爱心 用歌唱来表现出来 不止这个 我知道圣诞节的时候 还到很多地方去唱 我觉得很感动是 基隆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物资相对的 其实比其他县市缺乏 那他们愿意 第一站在我来了之后 到这边给我打气跟鼓励 是我最感谢的 那我们身障中心是民国88年 委托伊甸理念区长来做的 那也做得非常好 我们多次来这里参加活动 也很感激他们 那再一次谢谢我所有的好朋友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把爱送到基楼 也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 谢谢大家 谢谢 他们都热爱音乐 也喜欢跳舞 在每年的年终将至 都会来表演 他们所练习的歌曲跟舞蹈 同时也帮他们的欢乐 分享给大家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发起各位有爱心的企业 跟机构来共襄盛取 包括尿布 看护垫 奶粉 蛋白粉 以及膳食纤维粉等 都是身障朋友们 非常需要的日常用品 以及营养品 都是由财团法人 合育教育基金会 财团法人 天力环境保护基金会 财团法人 秋创幻文教基金会 财团法人 教育心格文教基金会 以及中化育民健康事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五个单位 联合捐赠 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也非常感谢副市长邱佩玲 和这群企业家夫人们的爱心 我们有早疗的小朋友 零岁到六岁的 早期疗愈的孩子 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些 成人的一些照顾的孩子 另外我们后面呢 有一些24小时重度障碍的人 住在我们这里 我们做24小时的照顾 那目前呢 有114床 那有一些呢 是比较重度在床上的 比较没有办法来参加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我们伊甸基金会 其实有两位主任在这里 带着我们的团队 那分儿层老 在这里五个楼层里面 分别来执行一些照顾 和一些训练的工作 满东送爱爱心传唱 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